神奇的溺亡事件,你见过这样的溺亡事件吗?一个孩子,在潜水区,周围一米之内全部是大人,但孩子最后溺水而亡了,在芬兰,就发生过这种很神奇的溺亡事件。 一个孩子在水里,手脚扑腾,也没有哭喊大叫,更没有大喊救命,很安静,漂浮在水里。 他的周边,起码有三个大人,还有一个大哥哥就站在水里看着他,然而,这个孩子,就这么眼睛睛的溺亡了。 而事实上,周边的大人们,并不是故意不救,问题在于,他们根本没有觉得这个孩子出现了异常情况,以为孩子在玩水。 另外一个例子,出现在西岸咸阳,一位妈妈带着四岁的儿子去游泳中心游泳,孩子在水池里玩耍。 没过多久,他发现孩子不见了踪影,最终一睡耳朗,监控录像显示,当时孩子就在妈妈身后。 这位母亲背对着孩子,在玩手机,孩子就这样慢慢沉入了水底。 这位妈妈的疏忽,固然极其不应该。 但有个问题是,当时是在游泳中心,孩子周边除了玩手机的妈妈,还有很多成年员,游泳中心也有专门的安全员。 而他们,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了孩子的异常。 和上面的例子一样,孩子就这么眼睁睁的在所有人眼鼻底下,尿了。 类似这样的事情,不在少数,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去游泳,而且并不是去下河下湖, 而是由家长带着去设施设备救生员席泉的游泳中心玩水,但依然会尿事件。 为什么会这样? 对于孩子溺水的最大误区,前段时间,在浙江的一个泳池里,发生过一个溺水事件。 一个孩子,在前水池带着游泳圈游泳,不小心从游泳圈掉下来,落到水中。 最初,当落水时,孩子有短暂的挣扎,随后,孩子沉入水中,开始变得安静起来,不会扑腾,不会挣扎,也不会呼喊。 如果不仔细去看,孩子仿佛是在玩水,只是潜入水中,而根本不会想到他溺水了。 你会看到,在这个泳池里,孩子中间那么多大人,但没有一个人动手去救那个孩子,因为大家都没感觉到孩子溺水了。 专业潜水教练描述孩子溺水时的样子,还好,这个孩子被及时救上来了。 其实,正是绝大部分人关于溺水的误区,溺水的人会呼救,会挥手大喊,会使劲扑腾,总之,会发出求救信号,吸引周围人的注意。 其实,人真实的溺水状态完全不是如此,尤其是孩子,他们不会呼救,他们不会使劲扑腾,他们也不会挥手。 和电视剧里描述孩子溺水会大声呼喊的画面,截然不同,在周边人看来,处于溺水状态的孩子,并没有什么异常。 他们会站立,头微微仰张,双手在水里滑动,就像在潜水玩一样。 游泳教练经验说,对没有概念的人来说,可能就是想他到底在干嘛,没有任何挣扎,没有任何行为,这种情况也非常多的。 并不是大家印象里面挣扎咕咎,孩子溺水的真正状态,就是不会呈现什么异常状态。 这才是孩子溺水的真正特征。 网友安夏周桃子小姐弟也碰到过有相同经历,她写过一篇博文,总结了孩子溺水的几种特征。 第一,孩子在溺水状态时,不会折腾,而是安静地站立在水中,半仰着头,意识模糊。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。 看这张图,这是孩子在溺水时的真实样子。 半个脑袋在水里,半个脑袋在外面,手不停在水中滑动。 在外面看来,他们就仿佛把头埋在水中潜伏完水,而不会认为他们溺水了,但他们的的确却处于溺水状态。 第二,孩子溺水一定会发出生意,只要孩子突然安静下来,大概率是出现了问题。 如图,很多宣传孩子溺水的公益漫画中,会出现这样的情景,孩子一边往下沉,一边呼喊救命,这是假的。 孩子溺水时,很难发出声音的,干性溺水。 关于孩子溺水,还有一种情况,干性溺水,绝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听说什么叫干性溺水。 讲两个故事,第一个,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十岁的小男孩,有一天和妈妈在泳池玩了一个下午,之后,两个人走路回家。 回到家之后,小男孩洗了个澡,说困,就躺在床上捂睡。 一个小时后,妈妈看小男孩已经完全变了模样,她是徒角型孩子,可是孩子已经完全没有反应,脸上被海绵一样的白色泡沫覆盖着,暑假很快就要来了。 孩子们肯定一窝蜂下水游泳,切记注意三点。 第一,孩子游泳,父母必须要跟随看护,这是责任,作为父母,作为监护人的责任。 第二,游泳时时刻关注孩子,只要发现孩子安静下来了,大喊一声。 如果没有回答,立即下水去救,当然,也希望大家在游泳时,可以多留意一下周边的孩子。 一旦发现孩子表情不对,马上出手救援。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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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